欢迎回到非凡大探索 台北临江街夜市有一家鸡汤店 老板是北台湾规模最大的鸡肉批发商 所以对鸡肉的品质跟鲜度要求非常高 店里招牌的蒜头鸡汤 把炒过的蒜头加进了鸡腿肉一起拌炒 弥漫扑鼻的蒜香还有鸡肉的鲜香 汤头喝起来很清爽 鸡肉的口感很Q弹扎实 老板说他在成为了鸡肉批发商之前 曾经在板桥万华一带 逞胸斗狠 讨债占地盘 现在店里头看到每一碗暖心的鸡汤 都承载着一段浪子回头的感言故事 我就把这个鸡汤当成我人生的一个兴趣 我以前的梦想 我开高档餐厅以后 我就把高档餐厅的料理拿来夜市 作为平价低价钱吃到最顶级的鸡汤 老板林东可以说是北台湾 规模最大的家禽批发公司负责人 2019年他在临江街夜市展开了鸡汤人生 熬制鸡高汤的汤底 猪大骨 鸡头 老母鸡 还有鸡骨 下锅的顺序都关系着汤头味道 因为猪大骨它是奶口的 所以猪大骨你要放在最底层 后来就等一下再放鸡头 鸡头放完铺平以后 老母鸡再放在上面 最后就是鸡骨放在上面 那个层次就会一层一层出来 制作蒜头鸡也得一步一步来 先把蒜头炒到金黄 你在炒蒜头的时候你手不能抖 要一直翻轨 一直翻轨 林东其实出身彰化的养猪人家 由于父母忙于事业 他的厨艺就在生活中 一点一滴磨练起来 从小学的时候 我们四大人来在厨艺 我回去我煮晚上回去 我爱煮菜 然后一直在当兵的时候 当兵的时候又去受训 然后接触厨房 然后管理整个指挥部的厨房 累积了实战经验 半炒鸡腿的时候 他加进米酒 提升鸡肉的鲜甜 米酒会让鸡肉收缩 整个很快速的收缩 第一个鸡肉本身的鸡汁 会锁在里面 然后刚刚我们在炒的时候 那个蒜头的味道 蒜头精华有被鸡肉吸收在里面了 加入鸡高汤 慢慢的熬煮 随着时间弥漫着诱人的蒜香 蒜头鸡汤 从外表就能看到满满的蒜头 用料很实在 鸡肉扎实 保有Q度 很好咀嚼 不会干硬 汤头一入喉 蒜头香气 洋溢在嘴里 不会太呛 十分顺口 我特别钟爱它的蒜头鸡 因为蛮清香 蛮清淡的 所以吃起来很棒 很顺口 林东熟悉厨房 进而开启餐厅 看似顺理成章 这心胸软 贪不费 这里是台北环南市场 也是林东人生的转捩点 就是我姐跟我姐夫刚开始 他们结婚刚开始在麦鸡肉 然后我姐被同行的同业的打 然后我爸就打电话 就从那时候开始在法律市场接触 接触来之后 我们就说我爸就有个习惯 你就是去那边 看着你姐姐刚做生意 看着你姐姐来保护她 半年了就不习惯了 就习惯就早上就再帮她送货 后来就做鸡了 开始 生意越做越好 一天就得剁上千只的鸡 每天埋首于鸡堆 渐渐挥别当兄弟的日子 为了让更多人 尝到自家的新鲜鸡肉 他在临江街夜市开启鸡汤店 这座麻油鸡 选用云林北港的老字号麻油 我们的麻油是百分之百 北港的纯麻油 人家说我笑 做生意还用那种麻油 那一斤都几百 那几千块 你用那里 外面买那一两百块 可是品质就不一样 正因为自己 是鸡肉批发伤 鸡汁的来源更是严格把关 除了汉嘉义的农民弃作 在台东也有养鸡场 鸡都是我们自己养的 养在台东 然后都是经过一百二十天 鸡完全熟 它的熟度有 我们才会开始出 讲求汤头的鸡肉批发伤 鸡肉批发伤 最好香气 鸡是其他的 鸡肉批发伤 方便逗达 唱而鸡肉批发伤 参加鸡肉批发伤 但是鸡肉批发伤 外面的豌肉批发伤 鸡肉批发伤 高脆 鸡肉批发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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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人湯帶有一點點的苦味 入口之後慢慢在嘴裡回甘 女人湯搭配雙腰 用料也不馬虎 腰子也就是豬腎 口感柔嫩鮮脆 雞腑一口咬下 裡頭綿密沒有腥味 湯頭甘甜不會太過苦澀 蔥油雞飯用的是雞胸肉 要怎麼煮到不澀不柴 可是有配方 這個雞胸是用浸泡 方式慢慢讓它熟到裡面 而且在九分熟的時候 我們就要繞去 然後趕快冷卻 冷卻後我們再來拔絲 手工細細拔絲專注而認真 拋開過去的陳兄豆肯 林東一直到爸爸過世後才知道 讓他走回正軌的幕後推手 其實是爸爸 就是爸爸在後面 然後就透過一些管道 就是透過我人生的一些 就社會上一些老大用雞醬法的方式 把我從那個比較不好的混混的社會 把我推出來 推出來就往生意方面發展 不讓天上的爸爸失望 他努力拼出好成績 做出的蔥油雞飯香氣足 雞肉口感細緻十分下飯 人生像一個舞台 你今天當成的角色 你就把你的角色扮演好 而且你在做這個工作 你就把你的全身興趣 全部關注在裡面 因為做得很開心 又是批發商 又是餐廳老闆 一天睡不到六個小時 林東卻樂在其中 餐飲夢不再是夢 浪子回頭他做到了 歡迎再度回到非凡大探索 寧夏夜市有一攤老字號海鮮 標榜店裡的魚貨 都是每天從龜山島海域捕撈而來 老闆下午都會親自到 宜蘭的大溪漁港去採買 傍晚就回到了台北烹調了 像這道牛蹄蟹 是龜山島特有的品種 清蒸最能夠呈現肉質的鮮美 裡頭的蟹膏飽滿又香濃 還有這道甜蝦可以直接生食 口感很肥美 老闆很有自信的說 店裡頭每一道海鮮 都能讓客人吃到熊氣的海味 都已經吃熟了啦 老闆熱情 然後熟意又好啦 口感很不錯 特地從那個三峽來吃 海產非常的新鮮 烹調也沒有過多的調味 可以慢慢一邊吃一邊聊 然後很享受那個海鮮的原味 熟客不遠千里搶先來 這攤老字號龜山島海鮮 在寧夏夜市雲氣很響亮 簡單烹調的漁夫料理 能品嘗到大海鮮甜 下午兩點多 是大溪漁港最熱鬧的時候 漁船陸續運回很勞啊魚貨 龜山島的後面海域 都是近海海域抓的 小龍蝦 蝦母 天之蝦 看海吃飯 海要給我們吃飯 我們就有飯吃 海不給我們吃飯 我們就沒飯吃 所以叫做陶海 偷海 熟門熟路的挑起好貨 因為老闆林德馨 是土生土長的宜蘭人 從小就對大溪漁港不陌生 小的時候我爸帶我們來這邊釣魚 長大之後我們就自己來這裡釣魚 就在這裡認識很多漁民的好朋友 就從事像海鮮的東西 校稱老漁民們 都是看著牠一路長大 關係就像家人一樣 阿雪姨啊 牠就像我第二個媽媽一樣 牠十五歲照顧我 到現在五十歲了 因為我很會賴床 又會偷跑去釣魚 都會被牠抓回來